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的FB现场直播 虎姑郭文图都是杏子老师 出版社呢是这一家亲子天下出版社发行的 我们快点来说故事吧 好一样哦 我都用这样子的方式给小朋友看 因为我们FB现在被规定只能直播 直的播不能横的播 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啊 你看在这个蝴蝶叶啊的左边 就有一些老阿嬷 对不对 看这发型就老阿嬷 他们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 哦在打扮 是不是有人在他拿到这个毛笔 在他的脸上涂上了腮红 那这个人他用这个油漆帮他涂 把他的尾巴给涂成白的 原本是黄的黑的 现在变白的黑的 他们在这边变装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边也有两只这个老虎婆婆 就是这个老婆婆啊 他们在搬木头不知道要干嘛 好了 虎姑锅的故事开始了 你们看他一开始就是个原野 对不对 大自然有好多的树哦 而且看起来好像圣诞树哦 首先就看到了他们是姐弟 姐姐弟弟妹妹三姐弟 而且你看他们的服装造型 头上都戴了一个蓝色的帽子 这个啊是日本忍者的打扮 所以他们不是普通的猪啊 他们是什么呢 从前从前忍猪三姐弟 忍者的人 所以他们是忍者猪耶 怎么有这种奇怪的生物啊 好 他们是猪 他们的职业和专长是忍者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啊 忍猪三姐弟 姐姐弟弟妹妹 他们呢为了寻找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 在到处旅行呢 有一天啊 他们就在大自然不小心就迷路了 哎呦好累哦好累哦 这个首先啊 这个猪弟弟 他呢叫做肥嘴弟 因为他的嘴巴 猪嘴巴猪鼻子肥嘟嘟的 所以就叫做肥嘴弟 肥嘴弟说 姐姐 我的走不动了 扑 那扑不是那个樱桃小丸子里面一个猪太郎 对不对 好 肥猪弟啊 他就鼓了嘛 对不对 那另外呢 这个耳朵好大好大的哦 他叫做大耳妹 真的很大 你看他耳朵好大 大耳妹啊 他也说了 他跟他回头跟他的姐姐 还有哥哥说 姐姐你快看 前方有一个村子 真的耶 这里有一个村子啊 他们的这个村子的屋顶啊 看起来又有点像莓果 又有点像菠萝面包 有点像坚果 对不对 好奇怪哦 什么样的动物或是人住在这里呢 前面有村子 那这个姐姐姐姐叫做怪力姐 力气很大的怪力姐 你们一看他的二头肌 你看他手臂 这不是肥肉 这是肌肉耶 就知道他的力气一定很大 因为他的肌肉很发达嘛 姐姐就说 走吧 那里说不定啊 有暖呼呼的尿你了 尿你 对不起啊 尿你 尿你 我撒娇了 尿你 有好吃的尿你呢 好吧 他们就往前走了 走啊走啊 就走到了这个村子了 发现村民们正在忙着打包行李了 真的耶 他们都拖着行李箱 这里好时髦哦 他们还拖行李箱 你看这个忍住三姐弟 他们是背包袱的 这里的人是行李箱 好他们在打包行李 什么事情啊 而且呢站在这边呢 有一只白黄相间斑纹的猫老婆婆 猫老婆婆就说了 小朋友 你们好啊 猫咪婆婆你好 请问大家都在忙什么呢 对啊 大家跑来跑去什么事啊 每年冬天 虎姑婆都会下山抓动物来填饱肚子 所以啊 我们正准备要去避难天堂 避难天堂 避难就避难马房空洞 那个地下室 紧急逃生门 他不是 他是天堂 直接就让我们上天堂了吗 这怎么回事呢 不过听到 虎姑婆 他那个姑 不是姑姑的姑 是香姑的姑 虎姑婆 那这三姐弟就害怕了 小妹说 我们会不会被吃掉 怪力姐说 不要怕 不管发生什么事 姐姐都会保护你们的 但是那个肥水弟 他只心里想说 什么是虎姑婆 听起来好像很好吃 不 对啊 他就什么都想到吃 怎么会这样 好了 虎姑婆是什么 这个老阿玛 老婆婆就说了 听说啊 虎姑婆原本是一颗虎头菇 我有听过猴头菇 我还是第一次听虎头菇呢 有这种香菇啊 虎头菇 他呀 他呀 修炼了百年之后 变成了妖怪 他有着黄黑相间的虎皮纹 还有尖尖的爪子呢 你看尖尖的爪子啊 好可怕啊 吓死人了 那这个喇嘛啊 婆婆 猫婆婆 他就说了 好了 虎姑婆啊 最喜欢吃胖胖的动物了 你们三个呢 就是标准的胖胖的动物 太危险了 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我看你们就一起 跟我们搭巴士 去避难天堂吧 那里既安全 又有吃不完的美食哦 哇 听到有美食的歌 胖嘴哥 胖嘴弟就说 有好吃的 我就要去 不 好啦 那就去吧 对不对 总是要去看看嘛 看看新的环境啊 尝试看看 留在这里也是会有危险的 下一页是迷宫 杏子老师的书啊 他都会本有 都会有很多设计 一些小的这个互动的东西 好 下一页你们就看到了 哇 这个就是所谓的避难天堂 这真的是 货真假实的天堂 你们看 这个外面啊 工作人员很多 所有的这个黄白相间的猫咪啊 而且都是老婆婆 怎么年纪都这么大 这里的就业年龄 平均年龄怎么那么高啊 好 都是老婆婆 你看头上都有那个 白色的 银白色的头发 这里好厉害哦 那食物堆得像山一样 你看这个是沙茶火锅瀑布里面 还有很多菜 这个鸡还是鸭怎么在里面 小心被煮熟了啊 你看山羊到了这个 呃 卖青菜的摊子前面 也是都流口水了 到处都是 这里也是卖青菜的摊子 他们这边是吃素的 都是青菜 没有看到肉 这里有卖面包 还有擀面团的 可能是要弄面吧 对不对 拉面 通通青菜 这里有罐头 这里也在煮汤 还有一个看起来像素食披萨 因为上面就是 番茄和四季豆嘛 这边的人很和平 通通都是吃青菜的 吃素的 好 堆得像山一样的食物啊 让忍住三姐弟啊 看了都要忍不住了 他们觉得 这下真的来到天堂了 我的肚子都饿得 咕噜咕噜叫了 那这个 很奇怪的老婆婆啊 猫婆婆 她就说 路上辛苦了 来到这里啊 就不怕被虎姑婆吃掉了 你们今天是贵宾 行李就交给猫咪姨婆 她是猫咪婆婆 这些挤在一起的夹到欢迎的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拿大声公在那边 哔哔巴巴的 这些是猫咪姨婆 猫咪姑婆 有猫咪婆婆 猫咪姑婆 我们来稍微记一下 她们的名字 猫咪姨婆 对不起 姨婆姑婆 阿姨 咱就都是这样了 猫咪们 来为大家 这个安排住宿 帮你们呢 搬行李 那导览的部分呢 就由这个猫咪婆婆 带大家来导览一下 这个看起来非常好吃的天堂 好 这边就是他们这个 用迷宫的方式啊 跟大家讲 这里有什么 有各种的蔬菜 这个可能小朋友 要用自己用看书的方式 来去找答案 好 那这边呢 你不能只在这里 百吃百喝啦 我们是不是还要 有一点付出 什么样的付出呢 就是工作 付出劳力 好 首先呢 那你这个大力姐 她的力气很大嘛 猫咪婆婆就跟她说 那你就来砍柴好了 因为我们那个 现在是古时候 古时候为什么会有行李箱 好没关系 反正这里很传统啦 他们是用那个 柴烧的食物 那猫咪婆婆就说 那你就砍柴吧 结果没有想到 大力姐 她的力气太大 你们快看看 这个鸡肉像话吗 这个是健美女士了 对 那个这个怪力姐啊 她负责砍柴 结果呢 她力气太大了 不但把柴给砍成两半了 把下面的这个桩 对不对 木座子 大木头上面放小木头砍 结果她连大木头都砍断了 我的妈呀 猫咪婆婆吓都吓死了 那猫咪婆婆呢 还叫肥嘴地啊 把蔬菜洗一洗 你要注意食品卫生嘛 洗干净了才能够放到锅子里煮 结果咧 这肥嘴地实在是太饿了 反正猪是杂食性动物嘛 什么都可以吃 她就把那些叫她洗的菜 通通都拿走了 就逃跑了 食物越洗越少 都被她吃掉了 那接着下来呢 大尔妹要做点事 大尔妹要负责 就把菜啊 切一切 婆婆请大尔妹切菜 结果啊 这个大尔妹啊 太潇洒了 她是武林高手 咔咔咔咔咔咔咔 那些菜就飞得到处都是了 哎呦 真的是乱七八糟 越帮越忙 我光是捡起来 被你浪费掉的菜 就不知道花多少力气了 真是伤脑筋 唉 不止如此 猪对友 不是只有猪才是猪对友 其他的动物也是猪对友 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猫咪婆婆啊 她都快昏过去了 她叫村民们呢 捏包子 捏包子或是饺子嘛 很好吃啊 因为有淀粉 我好想吃哦 又有淀粉里面 又有各种馅料都可以夹在里面 对不对 结果啊 大家啊 村民们是来帮忙了 可是大家都照自己的意思 乱捏一通 这个 这个是 翻鸭吗 姜母鸭 不是啦 翻鸭 你看她就 这个什么呀 叫你弄包子 这个是大肠还小肠 然后山羊画了一只鱼 这是鱛鱼烧吧 那这边呢 是把面团跟蔬菜弄成圣诞树了吗 哎呦 都捏得乱七八糟 这篮子里面有鱿鱼 有什么 都是奇怪的形状的 真的太糟糕了 还有小鸡的形状 你看 大鸡捏小鸡 乱来 这千奇百怪的 这不好啦 因为会有一些 不容易熟的状况发生嘛 哎呦 猫咪婆婆真的是 我照顾你们 我真的是超透了我的心了 猫咪婆婆心里这样想 好吧 算了 她就又赶快去啊 猫咪姨婆来砍柴了 她的力气刚刚好 那猫咪婆婆啊 哎 她好厉害啊 她突然伸出了 这个尖尖的爪子耶 像猫磕动物不是都有尖尖的爪子吗 小猫也有 她就尖尖的爪子 她连刀子都被我 帅帅帅 就把这些青菜啊 都切得整整齐齐了 猫咪姨婆们呢 果然是有练过的 他们动作就又快又好了 他们黑秀黑秀呢 就有好了老面皮 老面皮不容易造成胃酸过多 因为有时候我们吃那个 面 麦类的制品啊 面包 或者是包子馒头 有的时候胃会不舒服 可能就是你那个胃的消化 状况不是很好 那那个时候如果说是老面的话 好像就好一点了啊 他们把这个面团啊 这边和一和以后 这里呢就擀一擀啊 把那个老面皮都给擀好了 把蔬菜 沙茶 沙茶就调味的嘛 我们吃火锅味吃沙茶 他们也是用沙茶来提味的 味道可能会更香啊 蔬菜把它包一包啊 包成了一个一个的包子 而且这个包子啊 它是那个老虎形状的 对不对 金色的毛皮 黑色的斑纹 好可爱哦 几个胖胖的包子啊 就蒸熟了 这样大家都有包子可以吃了 真的是大家都有包子可以吃了 你看这边 哇满满的都是包子 来吃个胖胖包吧 胖胖包 包你好运跑不掉 哎呦吃胖胖包那么棒 这个猪肥肥肥肥嘴哥肥嘴弟 他太过分了吧 他这个不是包子了吧 这个是抱枕吧 怎么那么大 还是他专用的那么大 其他的小动物吃的都是正常的 你看连怪力姐吃的都是正常的包子 对不对 这个大耳梅是正常的包子 大家都很正常 就是这个肥嘴弟吃的特别的大 这边还有猫咪乐团在演奏 猫咪国乐社 有演奏琵琶 还有骨针 哎呦 这太骨色骨香了 很有过年的气氛哦 反正大家都是吃的开开心心的 觉得太好了 这里的服务太好了 果然是天堂 不止如此哦 你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这个服务还没完呢 吃完晚餐之后 猫咪婆婆还带大家来这边散步 做什么呢 她说 你们看 这里是酱料工厂 做酱料的 因为他们喜欢吃沙茶酱 对不对 哎呀 刚刚包子里头加的 猫头牌沙茶酱 咦 怎么听起来有点 耳熟 但是又怪怪的 猫头牌 怎么会叫 猫头牌沙茶酱 就是这里生产的 不论是什么料理 只要加上我们的猫头牌沙茶酱 就会变成圆坚美味 大家就觉得哇好棒哦 拍照 有些人在拍照 有些人在参观 那这个大尔妹是觉得说不太好吧 在住宅区怎么会有工厂呢 住商混合 好 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出好吃的沙茶呢 你看这杏子老师的青蛙躲在这里了 对不对 他很喜欢画青蛙 好 怎么样做好吃的沙茶也是有顺序的 第一个你看这边是食材区有各种食材啊 什么姜黄鱼肝虾米花生椰子粉 扁鱼茴香食盐各种东西 还有肉桂 这边还在做肉桂粉呢 各种东西都有葱辣椒啊 你这个就算没有肉可以吃也很丰富的感觉 第一步就是制作沙茶酱 要准备新鲜的扁鱼哦 所以沙茶酱是荤的哦 里面有鱼啊扁鱼小鱼肝虾米 你看这些都是荤的啊 都是肉类再加上花生 所以很多人不能吃沙茶酱 因为有很多过敏源在里面 对不对 就有一些人不能吃那个什么虾子的啊 什么都要特别注意 他又不能吃花生的啊 你沙茶酱也不能吃 里面有花生呢 把这些东西通通夹在里面 好把它搅拌搅拌 你看他说第二步 把这些食材放到搅拌机里 搅拌均匀 第三步是这个 把那些食材跟沙拉油 大豆沙拉油炒出 翻炒出香喷喷的味道 再来第四步 上面这里咯 第四步 他说放独门配方之后呢 小火烹调365天 365天已经过期了吧 光煮就要煮一年呐 这是什么比葡萄酒还要成年呢 再来第五步是这个 将沙茶将密封到罐头里面 而且罐头还有干净的罐头 你看做成这样 一罐一罐的 然后就放到生产线里面 去密封了 就叨叨叨叨叨 从这里放进去 叨叨叨叨叨叨叨 从罐头去 就出来了 一罐一罐的做好了 这个生产线看起来赚大钱了 出来了一罐一罐看起来 好好吃的猫头牌沙茶酱 哎呦 如果来这里观光美食天堂 避难天堂观光的话 记得一定要带几罐猫头牌沙茶这样回家 好了 哇这里真的很棒 除了刚刚我们有吃又玩参观工厂了 对不对 还有享受呢 就是去度假就是要这样子 我也跟小妹爸爸说 我们整个过年出去外面玩 可不可以不要再走那么多路了 我们可不可以每天睡饱了吃 吃饱了睡 然后睡醒了以后觉得睡的身体很痠痛 就去做斯巴或是按摩呢 这是我个人对旅游和度假的想象 不晓得最后能不能成真的几率不高 好那对你看这边那就很舒服了 有这个滑水道 你看这个像瀑布一样好好玩的 水上乐园的这个是婆婆的酱油池 哎呀这不是很脏吗 好没关系他们喜欢就好了 再来这边大尔妹啊在做的这个 这个是花生粉浴池 就是干的你可以加热 你就躺在这些沙 花生粉的沙里面促进血液循环 很不错 好那这边呢还有很多啊 也有这个这里还是可以吃啊 这边有沙茶糖温泉 还有泡温泉 这种天气泡温泉多舒服啊 我也想泡一个温泉啊 甩油荡秋千在这里一甩一甩一甩 你身上的肥油就被甩掉了 那有些人觉得自己并不肥 我可以再有一点的就来这边做香油按摩 芝麻香油按摩用芝麻打出来的 挤压出来的香油拿来按摩 哎呦好黏哦好油滋滋哦 我这边还放了一杯茶哎 你看这个画得多仔细啊 按摩完了 是大完了之后会口渴 还有用香菜拍打身体 让你的身体发出自然的清香 可能我们爱吃香菜的人会觉得很香 不爱吃香菜的人会觉得很可怕啊 好 之后呢 每一个人都被那个按摩完了 拍打完了 抹完油了 浸泡完酱油了之后 就进到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火锅的温泉浴池楼 想要选两个得这样子哦 好两个 好他现在在挖耳朵 好按摩完 最适合一起来泡沙茶汤温泉啦 沙茶汤加上蔬菜 让皮肤更加光滑哦 喵哦 他还喵了一声 因为他是猫婆婆嘛 所以他要喵一下 哇 你看 我真的不觉得这里是温泉 我觉得这就是火锅 好奇怪哦 有这铜蒿 青椒 啊 在火锅里放青椒 这样OK吗 好奇怪 红萝卜 我也不喜欢放红萝卜 可是他有各种鱼板 还有 这看起来像是年糕 对不对 番茄 小妹喜欢番茄 青花菜我觉得OK 这白花菜也有 这应该是大蒜或是葱吧哦 大家都觉得好舒服哦 乖丽姐说 我从来都没有泡过香喷喷的温泉呢 北水帝也说 呃 婆婆 你背上那个黑色的条纹是什么啊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你背上这样子 监狱 监狱 就是那个嫌犯穿的衣服是不是 那那婆婆就说 猫婆婆就说 哎呀 不是的 不是的 是沙茶沾到我的背了 别担心 好吧 动物们呢 还一边泡温泉啊 就喝猫婆婆准备的 舒眠茶哎 这不太好吧 到时候淹死了怎么办呢 好啦 反正呢 大家喝那个 舒眠茶 又 刚又被按摩过 又吃饱了 又泡在 热乎乎的温泉里 大家都困了 哎呦 眼皮子都 越来越睁不开了 这个时候 就在大家在火锅里睡着的时候 大耳妹 在花生粉池的大耳妹 刚刚在花生粉池睡着了 所以她没有跟着过去 泡火锅 她就突然惊醒了 她心里想说奇怪了 大家都跑到哪去呢 那她的大耳朵啊 大耳朵的优点 当然就是听得更清楚了 顺风耳嘛 对不对 她就听到远远啊 不远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压低声音说话 可是这啊 这个是瞒不过她的 她一听就听得到了 因为她的耳朵很大嘛 她就听到 哎呦 有一群这个 这不是 不是猫咪吧 这一群看起来很可怕的 这一些 猫婆婆 猫姨婆 猫姑婆 通通都聚在一起 猫婆婆站在大家的中间 流着口水说 各位 猫姑婆 村民已经睡着了 火锅大餐可以准备开动了 哎呀 原来这些猫咪婆婆才不是猫咪呢 她们是 猫姑婆假扮的香菇的锅 猫姑婆假扮的 来避难天堂根本就不是避难 是猫姑婆的诡计 大耳妹越听越害怕 她正想要去叫醒大家的时候 每一次连续剧演到这里都会这样 她就会撞破一个东西 或者是踩到了一个什么 发出卡吉一声 大耳妹也是 胖狼一声 结果呢 这一些猫姑婆 马上就顺一下的回头说 哎呀 这个不是肥美的猪肉吗 而且还是大耳朵的猪肉呢 伙计们我们上 好久没有吃到肉了 大家就吵着大耳妹 啊 前仆后姐追过来了 有一只那个姨婆 猫姨婆不对 她是猪姑婆 已经快要咬到大耳妹的脚脚了 吓死人了 大耳妹一边往前逃 一边大声的叫 因为她姐姐不是都说会保护她吗 大耳妹就大声的叫说 姐姐救命啊 我要被吃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大耳妹被扑倒在地 而她的耳朵 她的大耳朵终于发挥作用了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大耳朵是干嘛的 对不对 她的大耳朵呢 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就变得更大咯 她施展了她的人数 因为她毕竟是忍者嘛 她的耳朵越变越大 还扇起了龙卷风 呼呼呼呼呼呼呼就把那个大火锅啊 给吹翻了 哇打翻了之后啊 原本在里头啊睡得那个呼呼的眼睛都转圈圈的 因为喝了舒眠茶嘛 的姐姐哥哥村民通通都被摔出了锅子外头了 哦都好痛哦 一摔痛了就醒了 大耳妹也说 大家快醒醒 猫咪婆婆根本就不是猫咪 是虎姑婆 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怎么会倒在地上 哼 竟然坏了我的好事 猫咪婆婆不对 虎姑婆 她真的很生气 既然呢 事情已经败露了 她决定就不要再装了 这一些猫咪婆 就从旁边刚不守温泉池嘛 旁边咬了干净的水 一桶一桶干净的水 他们给村民们啊 还有那个忍猪姐弟们用的是沙茶酱的汤 自己当时全年了 他们用的是干净的水 往自己的头上一领 结果啊就把之前那个涂在身上 那些白油漆啊 白面粉啊 都给洗掉了 他们就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了 他们原来就是黄黑相间的虎姑婆 就老虎斑文了 而且呢 他们还只会挺足合咯 这一群老虎啊 先集合在一起 摆出了正式之后 大喊一声 虎姑婆 十八童 没有这个东西 那个是少林寺的十八童人 但他们就弄了一个十八童虎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好 不止如此 万虎朝中合体 这什么啊 这个是黄碑红啊 谁的招式吗 万虎朝中合体啊 他们又就组合成这样子了 好像在堆那个金字塔一样的啊 就组组组织合起来了 他们呢就是用正宗的少林虎吼歌 就吼吼吼的就叫了起来了 真的花样很多耶 就少数也很多啊 好啦 他们就唱起了很可怕的那个狮吼歌了啊 有敲锣打鼓的还拿了麦克风 你看这边在打鼓啊 哇塞我的老天啊 传出来的这些声音啊 真的是魔鹰穿脑跟那胖虎一样难听 村民们啊 这次不是喝了书棉茶和泡温泉 这次是被太难听的歌啊 就是难听到恶心到 他们的眼睛也又转圈圈了 头都昏了 哎呦 怎么会有那么难听的歌声啊 大家都难听的昏倒了 哎大力姐 怪力姐也要昏倒了 她口吐白抹了 可是这个时候啊 大耳妹啊 就努力的把她的姐姐摇醒了 姐姐姐姐你不是说会保护我的吗 怪力姐醒来之后啊 就赶快打起精神 并且呢 她也是忍者 她就把力量集中在她的手臂之后 举起了她的超强二头肌手臂 你看 好棒 她没有五十肩 今天小妹妈妈刚刚才去看谷科赶回来 我不是五十肩 事实证明我是什么 肩胛 肩胛脚脊 脚脊症候群 好反正就是我最近手很痛痛的 那个四个月 好 她也是 她没有这件事 她呢 她就把她的肌肉啊 无限放大之后呢 用她的大怪力 把这个大火锅给举起来咯 她发动的是肌肉忍术 轻松举起大锅子 而且呢 她用大锅子啊 转过来对着这些 虎姑婆 把他们的歌声收集起来 你看这里一个一个锅子的形状 先收集起来之后 再从这个 烟斗 对不对 这把它发射出去 反弹回去之后呢 就变得更难听了 原本如果是十分难听的话 现在是五十分难听了 更难听的歌就被回弹出去了 哎呀 那是谁唱的歌啊 好难听啊 他们自己还抱怨 自己的歌 回放了以后自己嫌难听 好 那肥嘴蒂呢 肥嘴蒂她也没有闲着 她呢 大吸了一口气之后啊 就吃了很多的蒜头 吐出来了一口 恶气 呼 哇 这个吃过蒜头的口气啊 太臭了吧 说有的 虎姑婆都被熏的啊 哎呀 好臭啊 好臭啊 大家都熏的 张不开眼睛了 太可怕了 我先生打了一个大喷嚏 好 那这个咧 他们三位啊 就最后就合体了 耳朵变大的 大耳妹 煽动耳朵 力气变大的怪力姐 举起她的手臂 手啊 都变一球一球的了 还有 肥嘴蒂 大吸一口气 嘴巴呢 变得又圆又骨 他们三个合体 以后就说 猪婆婆 电风扇 变身 他们就变成了这个 好像万花筒 变成了超强电风扇 他们使出了合体大绝招 口臭 扑龙 卷风 口臭 扑龙 卷风 什么东西啦 你看 口臭 扑龙 卷风 口臭 扑龙 卷风 就把他们的那个臭气啊 透过呢 人转转转 还有臭气喷出 从大嘴巴喷出 耳朵再把它扇扇扇 把它无限的呢 散播出去之后啊 这一些虎婆婆啊 每一个啊 都叫苦连天啊 好臭啊 好臭 我的鼻子 我的眼睛 大家都受不了了之后 发出了 砰的一声 这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你们看 砰 爆出了一个 有着黄黑斑纹的这个 峻菇耶 哇 这怎么回事啊 虎姑婆 因为不堪打击 全部都消失了 而且 他们消失了之后 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 虎头菇 除了巨大的虎头菇之外 地上还有一些小小的 你们看 这么小的 小小的 你们看到 还是有小小的虎头菇 有巨无霸虎头菇 和小小虎头菇啊 哇 等到口臭逐渐飘散之后啊 村民们也渐渐醒了 大家才发现说 哎呦 逃过一劫 对不对 村民们都很感激 这个 忍住三姐弟啊 大家都觉得 太好了 太好了 原本想要赶快呢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啊 他们又从这个 倒下来的火锅啊 还有剩下来的食材 当中发现 哎呀 那个沙茶汤啊 真的很好喝 而且加了蔬菜啊 营养也很均衡 既然是虎姑婆煮的 以后就叫这种锅为 虎姑锅吧 从此以后 大家就有了聚在一起吃 沙茶火锅的习俗啦 我们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 留一点点啊 一小点给大家呢 自己买书的时候 可以自己再看 最后的完结篇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